感觉就是秘密 纳维尔戈达得主 第三章 祈祷 祈祷和睡眠一样 也是进入潜意识的一种方式 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马太福音六章六节 祈祷就像是睡眠的幻觉 它减弱了外部世界的印象 使心灵更容易接受来自内部的暗示 祈祷中的思想 处于一种放松和接受的状态 类似于在入睡前获得的感觉 祈祷并不在于你要的是什么 而是在于你为接受所想要的做好准备 耶稣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 所以唯一需要的条件 是你相信你的祈祷已经实现了 如果你假定自己已经拥有了目标 那么你的祈祷必然会得到回应 当你接受愿望已经实现时 潜意识会为其实现找到途径 因此要成功祈祷 你必须投入愿望实现的感受 完全自律的人总是和愿望实现的状态保持一致 他知道意识是唯一的现实 思想和情感是意识的事实 和物质空间中的物体一样真实 因此 他从不怀有不利于自己快乐的情感 因为他知道 情感是他生活中行动和情况的原因 另一方面 自律不足的人 往往难以相信感官所否认的东西 通常只接受或拒绝感官的表象 由于这种依赖感官证据的倾向 在开始祈祷之前 在试图感受感官所否认的东西之前 有必要把它们排除在外 每当你处于我想做 但我不能的状态时 你越努力 你就越不能投入到你希望的状态中 你永远不能吸引你想要的东西 你总是吸引你意识到自己拥有的东西 祷告是感受到你已经拥有的一门艺术 当感官证实你的愿望不存在时 所有有意识的努力去反驳这些证据 都是徒劳的 并且倾向于加强这些证据 祷告是屈服于愿望 而不是强制愿望的艺术 每当你的感受与愿望冲突时 感受通常会获胜 占主导地位的感觉 总是会将自己表达出来 祷告必须毫不费力 试图修正一种被感官否定的心态是徒劳的 要成功地显化愿望 你必须创造一种被动的状态 一种类似于入睡前的感觉的冥想反思状态 在这种放松的状态下 心灵从客观世界转向并轻松地感受到主观状态的真实性 这是一种你还有清醒的仪式 完全能够移动或睁开眼睛 但不会想去那样做的状态 创造这种被动状态的简单方法是在舒适的椅子上或床上放松 如果在床上 头与身体保持齐平的平躺 闭上眼睛 想象自己很困 对自己说 我很困 如此的困 非常困 过了一会儿 一种遥远的恍惚 伴随着一种全身无力的感觉笼罩了你 你失去了移动身体的欲望 尽管在其他情况下 你可能并不会感觉很舒服 但现在你感到舒适 惬意 放松 没有想改变你姿势的任何意愿 当达到这种被动状态时 想象你已经实现了你的愿望 不是想象它是如何实现的 而是想象愿望已经实现了 以图画的形式 想象你想在生活中实现的目标 然后感受自己已经实现了它 思想会产生细小的声音 那时你在被动状态下 通过祷告向外部的宣告 然而 被动程度的深浅 对实现你的祷告并不重要 必要的只是创造一种被动的状态 并感受到愿望已经实现了 你所需要或渴望的一切已经属于你了 你不需要任何人将它给你 它现在就是你的 通过想象和感受你的愿望已经实现 召唤你的渴望成为现实 当你接受了最终结果 你会对可能的失败完全漠不关心 因为接受了结果就会产生实现这个结果的手段 当你从祈祷中走出来时 就像你看到了一场戏剧的快乐圆满的大结局 尽管你没有看到如何实现这个结局 但既然目睹了结局 无论中间发生任何意外的情况 你都能保持冷静 充满信心 因为完美的结局已经被定义 已经被决定了 第四章 精神和感觉 万君之耶和话说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撒加利亚书四 六 通过假设你已经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拥有成为后的感觉 从而进入我们期望的状态 当你捕捉到所期望状态的感觉时 你就不必努力去实现它 因为它已经存在了 每个人的脑海中 都有与每个想法相关联的明确感觉 通过假设拥有你所期望的东西 来获得与实现心愿相关联的感觉 你的愿望就会实现 信仰就是感觉 耶稣说照着你们的信给 你们成全了吧 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九节 你从不会吸引你所想要的 而总是吸引你所施的 一个人的生活就是他的思想 圣经多处讲道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二节 二十五章二十九节 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五节 路加福音八章十八节 十九章二十六节 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是那样的人 因此 假设拥有你所期望的东西 并拥有踏实的感觉 你的愿望必须实现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腓利比书二章五至六节 你相信自己是什么 你就是什么 烦信我的 我所做的事 他也要做 并且要做更大的事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 这应该是凡和我一样相信的人 他所做的事也会和我一样 并且会做更大的事 耶稣之所以不觉得做上帝的工作 是奇怪的 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是上帝 我与复原为一 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 做你相信自己 是的那个人的工作是自然的 所以活在你想成为的那个人的感觉中 你就会成为那个人 当一个人相信被赋予的价值 并应用它时 他便在自己内心建立了成功的现实 感觉就是秘密 全书完 感谢收听财富的信仰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